玉里派出所警员江明玉、董仲恩执行巡逻勤务时 接获了玉里镇土地银行副理王燕忠来电 陈一鸣妇人要汇款到诈骗集团指示的账户 需要警方前来协助 而两名园警便立即赶赴现场 随后执行联合查查勤务的警员李哲明还有张伯祥 也赶到现场一起劝说妇人 距离派出所远警之前接获银行副理报案说 有一名妇人接获一通来自检察官的电话 说要求三天内汇款新台币48万元 来澄清没有涉及毒品案件 否则将有牢狱之灾 接到那个队是什么检察官还是什么的 哦假检警哦 要叫你 嘿嘿嘿 就讲到现在我也没有吃饭味 喂这个账户 48 这个账户是我们土地银行 你知道看哪 我们有打电话给他们讲的 看会不会把他给装备 什么话都不要先出去三天 他就会很烦我 账变集团说 三天内不准向任何人提及 并且不照做 将对儿子不利 这句话让这名妇人已经失去理智 疏于查证 只能照着电话那头指示 拿着汇款簿前来土地银行准备汇款 袁景一听就说 这就是所谓的假检警诈骗手法 那都骗人的啦 那骗人的啦 重点是 我们就没罪 我们就把新库庭这样做 对啊 你也没有犯法啊 卢豫疑是诈骗电话 请及时请求警察协助 若真的不小心汇款了 请把握黄金时间 165专线可以启动圈存机制 暂时冻结账户24小时 其实诈骗集团手段就是推陈出新 并且层出不穷 透过步伐手段索取个资 掌握被害人交友情况之下 挑选疏于生活管理 生活形态单纯 先少与他人接触的人下手 以至于高龄者常常沦为诈骗对象 所幸这次行员与警员的联手之下 证明富人没有损失任何财产 记者高双双预理阵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